为了提供完善的周延医疗照护 预理医院组成了糖尿病共同照护团队 以汤介如医师领军 串联专科医师、营养师、护理师等 提供糖尿病人医疗照护 借由跨值类领域的医视人员合作 提供了糖尿病患者的诊查、检验、 卫教以及追踪等医疗的行为 每年都获得中央糖尿病控制品质奖的肯定 现在就带您起来看看 汤医师在预理医院是如何的来照顾病友们 糖尿病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慢性病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研究 其实这个问题也应该牵涉到说 我们对所谓的治愈、痊愈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义 如果你定义的是说 要让我的血糖完全恢复正常 而且正常说我可以乱吃 我都不运动 我的血糖还是一样正常 那我只能很不好意思的告诉你 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 但是如果我们的缓过来看 所谓的痊愈就是说 我的血糖虽然有糖尿病 我的血糖虽然高一点 但是这样的糖尿病 不会影响我的身体健康 不会让我走到将来洗肾 不会让我将来眼睛看不到 不会让我手麻脚麻的程度 我可以安然的过了这一生 如果我们把这样定义成痊愈 那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诉你 糖尿病是可以痊愈的 来自预理医院的汤介如医师 是这么说说糖尿病 戴着眼镜的汤医师多年来对 糖尿病的控制很有心得 为了要提供完善的医疗照护 预理医院组成了糖尿病 共同照护团队 以汤介如医师领军 串联专科医师 营养师 护理师等等 提供糖尿病人医疗的照护 这几年 汤医师也遇到许多病患 都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 所以也呼吁民众观察自己 典型症状就是多饮 多食 多尿 体重变少的三多亿少 最快就是就医检查 在台湾糖尿病人 视网膜病变胜行率是26.5% 因此也为了早期发现 早期治疗 预理医院引进了 免散同眼底的摄影设备 让医师更快速地判断 看着民众是否有罹患糖尿病 以及其他慢性疾病 前哦 通往前端子不要动哦 好 眼睛不要动哦 看前面亮亮的地方哦 好 里面有个亮光哦 不要动哦 不要动哦 唐医师提醒 为了预防糖尿病发生 除了在日常生活当中 可以减低体重 减少脂肪摄取 以及饱和脂肪酸的摄取 增加纤维脂的摄取 以及增加活动量 你的总热量 你可以是 比如说2000卡 好 那这个东西都只有10卡20卡的东西 你当然吃多没有关系 那如果这个东西 这杯饮料喝下去就占了500卡 你可不可以喝 当然它对你的血糖会有影响 可是如果你跨到整天 200 2000卡这样的概念来讲 500卡其实并没有超过 那我当这个东西吃多了 我其他东西少吃 平衡嘛 那这样子是不是可以 我只要总热量没有超过 另外预理医院 营养师针对糖尿病患者饮食呼吁 其实平时更要注意均衡饮食 均衡的摄取每种食物 控制分量 一样可以享受美食 简单跟大家讲一下 六大类食物有 像水果类 然后还有我们的蔬菜类 然后还有我们的肉鱼豆蛋类 像桌上看到这些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颧骨根筋类 然后还有一个是 这边没有摆到的就是一个 低脂乳品类 以前我们都叫做乳制品 现在就是以低脂为主 然后过来就是 油脂与坚果种子类这样子 以上就是六大类食物 其实如果大家遵照 我们跟你们建议的饮食社区分数 不要过量的话 其实血糖是很好控制的 那再搭配上医师的药物 跟以及我们现在很注重的 就是要去运动 这样三管齐下效果才会好 值得一提的 还有玉林原部警示治疗糖尿病 基本胃胶之外 还有与心理医师们专门 为病友社区民众 员工设计打造的密丝进步道 结合了身体舒展操 以及情绪调试两个元素 再透过有趣的小关卡 疏解生活压力 有助并有适时的放松心情 那我们之前的话呢 其实除了员工之外 那其实我们也鼓励民众 可以多加的使用 那其实我们这几个点的话 就是设置在我们医院的 各个的一个角落 那就可以希望说 不只是员工 然后来这边的 的那个民众呢 也可以借由说 我们在不同的点里面 做一些 在小空间里面 去做一个运用 那它可以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舒展 然后有一些心情上面的放松 利用一些就是小活动 然后去做一些吸呀 吸气跟吐气的观察 然后去放松我们的身心 然后达到一个抒压 不少病友也在 玉里照护团队的治疗照护下 血糖恢复控制 聪明的饮食 继续快乐的过每一天 因为我每天都运动啊 所以比较没有感觉 发现以后 然后吃了药 就是汤医师 你开药给我吃 吃了以后 诶 就有改善了 就后来就一直这样子 仔细地一直吃 就那个初期那个时候 是最最痛苦的时候 后来经过那个 汤医师有吗 发现以后有吗 帮我再调药 过来以后就慢慢慢慢就 稳定了 就一直到现在 玉里医院糖尿病照护团队 借着跨职类领域 医视人员的合作 提供糖尿病患者的诊查 检验 卫教以及追踪等等的医疗行为 每一年都获得中央糖尿病控制品质 也讲的肯定 那他这个对于糖尿病的一个个管做得很棒 那也多年来都获得我们花莲线最佳的一个 这个表现 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把这样经验 能够对于我们所有 不管是住民或社区民众 这样还有员工这样的一个疾病的个管 都能够纳入到我们健康促进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里面 医师也提醒一般民众也应该定期的接受糖尿病的筛减 糖尿病学会建议40岁以上的民众 每三年筛减一次 65岁以上民众每年筛减一次 而且曾经检查是葡萄糖失耐 控肤血糖偏高 或是有多项危险因子的民众 也应该要定期接受筛减 记者高松霜综合报道 请请您的简介里